双重认证 双重认证实施之后 在网上买卖股票更放心 只需花几分钟完成注册程序 之后登入网上买卖账户 就可以很轻松了 客户事先在商店下载 eBooker Key应用程式 用作素描二维码 或者输入激活码 然后依照以下四个步骤注册后 就可以轻松登入进行网上买卖 步骤一 首次激活双重认证 公司会以电邮发出二维码 如果没有电邮的客户 就会收到一个 内附激活码的手机短讯 步骤二 A 适用于以电邮接收二维码 激活码的客户 开启下载了的 eBooker Key应用程式 按右下方的加好准备掃描 要注意 第一次使用时 手机会弹出传送通知对话框 请点击 允许 然后再弹出第二个对话框 要求取用相机 请点击 好 那就可以开始掃描 步骤二 B 如果你是以短讯接收激活码 开启eBooker Key应用程式 按右上角这个符号 在这里输入短讯内 或者在电邮内的激活码 然后点击增加 步骤三 之后会收到一组 六个位数字的保安编码 要注意 系统每30秒 就会自动更新这组保安编码 如果客户超过时限还未登入 就要输入新的编码 重要提示 不要随意删除这个编码 因为客户在下次再登入系统时 只需要输入一组最新的编码 不用再掃描二维码 就可以登入系统 如果客户删除了这组讯息 就要打电话来付窗的 客户投资服务部 职员会透过电邮或短讯 向客户重新发出二维码或激活码 然后按第一次注册步骤 激活网上账户就可以了 步骤四 输入保安编码 完成双重认证激活程序 开启枪网上账户版面 登入账户 输入第一重用户密码 然后再输入最新的保安编码 再按继续 阅读风险声明后 按接受 就可以进入网上交易版面 由于客户只可用同一部手机 接收激活码 如客户需要使用登记以外的另一部电话 作网上买卖交易 则需要重新激活认证账号 客户只需在应用程式内点击 重新激活 客户可以自行选择通过短讯或电邮 接收新的二维码或激活码 客户只需依照第一次注册时的步骤 便可再次激活帐户 以另一手机进行买卖 旧的手机帐户则不能使用 信息向左拉 然后点击重新激活 系统会进入下图的认证管理页面 客户可选择通过游箱或短讯的方式 来重新激活 然后输入收到的一次性验证码 系统会重发激活讯息 自客户的电邮或短讯 如果点击删除 就不会再收到六位数字的认证码 需要致电客头部重发激活码 如果客户有多个不同的账户 可点击编辑 修改不同的账户名称